政府称为是暂时一个转换的地点 就是说让他们过一个晚上 然后隔一天才安排另外一个隔离中心 不过呢 那个一个晚上住宿的地点 那个卫生环境呢 就不言而喻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那如果五个人一间房 那个空间就变窄了 那要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呢 其实也没有这么容易的 所以呢就有很多人 很多有关当局就会担心 他们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住这个环境 那么卫生环境那么糟糕的地方 然后又五个人积一间房间 是否会爆发另外一波的疫情 没有人可以知道 哈喽又是我 我是丽婷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那么上一支视频呢 我有谈到关于马劳被强制隔离 那我是怎样可以知道这个隔离中心里面的情况啊 卫生环境 其实呢 我是电话访问其中一个被强制隔离的这个马劳 也就是阿达先生 那么今天的这一支视频呢 主要我们是要再次联系上阿达 然后让阿达来向我们解释 然后向我们讲解一下 他当初从新加坡入境大马的时候 是心柔长梯那边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呢 然后在入境过后呢 他就被安排入住那个 Rofo的伊斯兰研究学院 那边的卫生环境呢 是非常的糟糕的 如果你想知道多糟糕的话 那就可以点击我上一支视频来看看 那么过不久呢 就过了一个晚上过后 他们就被安排入住Rofo当地的一家酒店 那那个房间呢 是一个人一间房 就可以达到防疫和隔离的真正的这个作用 那我们现在就连线给阿达 让阿达来跟我们说一说 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哈喽 哈喽阿达你好我是丽婷啊 啊你好 你好可以跟你做一个电话访问吗 啊可以啊可以啊 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你是其实是在4月7号晚上是入境马来西亚的对吗 我是早上的 哦早上的时候啊 那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吗 就是人会人潮会很多吗 那时候人潮不会啦 人潮不是很多 嗯大概有多少人在排队要入境呢 我们去到那边那个就有 人会一次来一次来的 我到那边应该是七十个个了 哦七十多个了 啊那些人会一次来一次来 这样子然后就讲永住来 就是慢慢慢慢这样子 就会等着一会走 嗯那其实为什么你会打算要回到来马来西亚呢 因为那新加坡的工作已经停了了 嗯 停了但是没有从政的是没有办法在那边 哦 在那边嘛 嗯 所以就是想到要回来咯 哦OK 那想要问一下你们在准备要入境马来西亚的时候 需要准备什么文件吗 我们朋友全部都是说要看了医生 然后就可以回了咯 我们也是看了医生然后回咯 哦这样子哦 那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才知道自己需要被强制隔离14天呢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哦 哦 然后是谁来跟你们说的呢 这个强制隔离的 什么 是谁来通知你们说 哎你们需要强制隔离 就是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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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哦 他讲没有封灭就全部要隔离这样子哦 哦 我们的个人都分掉都撒掉了哦 为什么 为什么有从真的就不用隔离我们没有从真的要隔离这样子啊 嗯 问他啦 嗯 这样子问他咯 然后他 然后他 他就是跟你讲 他跟你讲哦 今天开始这样子我们能够做的吗 那其实你们一开始入住那个暂时的那个比较卫生环境比较不好的隔离酒店那个隔离中心的时候啊你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嗯 心情啊 嗯 心情会比较乱啊 为什么会来到这边的地方 嗯 为什么会被抓到来这边隔离啊这样子啊 嗯 嗯 要回家就不可以 因为每个出来都是讲自我隔离嘛 回家就自己隔离嘛 嗯 哦 回到出来是这种习惯 整个人都是 很不自然啊 嗯 嗯 嗯 那其实我们有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他们有拍很多视频啊 然后有些人就觉得那边像监狱啊 根本都很像监牢一样啊 喂 其实你就在你住在那边的话你 那边的人有没有说很不满意然后有吵架之类这样的东西吗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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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我们一到那边就有有些那些人来到那边 一直吵一直吵了哦 嗯 哦 哦 一直吵一直吵 然后 然后 他们然后 好像晚上这样子他们就被带走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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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就度过一个晚上啊就在那个伊斯兰学院那边 对啊对啊对啊 嗯 嗯 那是在什么一个情况然后集点通知所 哎 你们其实可以转去另外一家酒店隔离呢 哦 哦 那时候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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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呢 都打电话来关心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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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现在这个情况呢 现在你们入住的这个酒店那个卫生环定啊 OK吗 啊 啊 这个OK啦 住的地方现在OK 环境全部OK 嗯 啊 是问题了 好几天早餐 他只是早餐一餐廣 晚上这样子啊 嗯 山皮很多个朋友都是这样分量太少了 哈哈 哦 然后 然后每个都要讲要叫那些外卖自己吗 杯面 啊 麦路那边这边全部没有哦 哦没有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那个麦路啊 哦 哦 那你们是可以自己叫外卖的吗 他有这样 不如他有这样 如果你叫外卖可以进到来这边 比如说一三点后 他也是七点吃饭的时候才拿上来 你自己叫的外卖也是要等七点才能拿上来 我有问Kate说了 Kate说这样子跟我讲 我们是很想 我也是有叫我家人 那些冰港 每天那些来 他们人不可以超过十公里 不能超过十公里 就是你的家人不能travel超过十公里对吗 对 不可以拿到来这边 他被抓到罚款 每个东西想要买这些东西 好像在这边也是没有东西 这个也都是出一点东西 嗯 OK OK 好可是至少现在这个卫生环境是有改善了的啦 改善很多 嗯 好 改善很多了 嗯 那周围的跟你一起入境的同行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 他们的想法会打击出来 嗯 有些 有些也是这样子讲咯 分量的东西太少咯 跟我讲咯 就不问咯 一直叫我打击 控制人咯 哦 所以你们是怎样联络的呢 怎样沟通的呢 有时候 开门走出口轮这样子啦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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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 电话联络 有 找那些有拿到电话 就是开电话联络这样子啦 嗯 好好了解 好 OK 好 那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电话访问 那希望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然后很快结束这个隔离的日子啦 OK OK OK好 谢谢你啊 如果有什么事情啊 还是有什么东西 你可以在WhatsApp联络我啊 嗯 OK OK好 谢谢你 祝你平安健康 拜拜 拜拜 嗯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了 就是其实 他们现在这个卫生环境呢 是改善了很多 只是他们有一点点不满意的 就是那个食物的分量是很少 那刚才呢 这个阿达先生 他也有发这个食物的分量 就食物他们这几天吃了 怎样呀 一个食物给我看 那这个是他们的食物 嗯 就是有炒饭 然后有两个 Grabboard之类的 饼干之类的 这样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餐呢 就是有Mashed potato 有Mashed potato 然后有Dory fish 然后还有蔬菜 那其实这一个食物的分量呢 对我来说呢 是足够的啦 可是对这些可能他们平时都从事比较需要体力活的工作啊 他们平时吃饭的分量都很多的人来说呢 其实是不足够的 不过我觉得现在有关当局已经有安排了非常干净 然后一个人一间房间的住宿 然后有安排食物 饮料给他们 其实那个环境啊 隔离的环境啊 已经大大提升了很多 而且这个隔离的房间就好像Ismar Sabri之前讲 就是我们国防部部长之前说的 就是这个隔离中心 也就是这个酒店的价格呢 是一碗150令吉 然后隔离者呢 是不需要自己付钱的 所以他们住宿啊 他们的食物呢 都是免费由政府来承担的 所以我觉得overall这个现在马劳被强制隔离的情况呢 是还算不错的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影片 那如果你还希望我做其他的内容 就欢迎你到留言栏那边留下你想要知道的课题 那我就会想办法或者找时间去拍摄哦 谢谢收看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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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